病房內冒出熊熊火蛇 白煙直竄天際 消防人員拉水線 緊急灌救 而這個地點 竟然是樹立台北醫院 按壓的手 一刻都不敢停下 拉住病患 廢車送醫 13號凌晨4點多 醫院突然發生火警 醫護人員匆忙按下警報 疏散病患 7分鐘後才通報消防局 蹭下來 然後我爸爸剛好站在前面的 不是在後面的 我就趕快拉電梯 趕快低個心就爸爸下來 然後我就上去 又背一個阿嬤下來 起火點位在7樓的 7A23病房 其中235號床 竄出火事 疏散過程 濃煙四散 不少人都被嗆暈 病患雖然緊急移動到B大樓 不過這火來得太突然 多達14人 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最終救回5人 不過還是造成了救人死亡 我有親自去火災現場 有做勘察 那我們那個火災的原因 會在調查釐清 結束長達三個多小時的香驗 檢察官臉色沉重 因為究竟是窗墊短路釀貨 還是電線起火 現在還有待調查 究竟院方又沒有疏失 還得再給點時間 真相才會睡落時出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